为何贾博斯的想法就是比别人有创意 第一集 贾博斯擅长联想连结 看似不相关的事物 他观看事物的方式 与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同 但他觉察事物的方式就读书一格 苹果这个公司名称 真的是从树上落下来的 而且直接落入贾博斯的愿景 完全反映了他对电脑产品简单 而平易近人的药 求贾博斯和沃兹尼克 开始合作打造个人电脑时 年方21岁的贾博斯 还在一个离家1100多公里的地方 寻求灵性的启蒙 当时他已经从里德学院休学 但是会定期前往俄勒岗州 住进一座带有蝉宗色彩的嬉皮公社 大同农场 O1 Farm和大家一起种树 什么树 你猜对了苹果树 没有几个人知道那座公社真正的情况 不过想当然耳成员一定经常沉思冥想 可能也会集住某些药草 腾云嫁物一番 毕竟当时是1970年代 无论大同农场的苹果园 有何千秋 我们可以断定这 断远离戏骨 暂时抛开电子工程的经验 启动了贾博斯的创造心灵 贾博斯在旅程中 做了一个看似无足轻重的观察一个 小小的创新 但是他的构想 后来却成为品牌认同的必修课程 当时贾博斯和沃兹尼克 凑了1000美元 制造印刷电路板的费用 准备自立门户 沃兹尼克卖掉他心爱的 HP65计算机 换得500美元 贾博斯卖掉他心爱的福斯Volkswagen乡行车 再添一笔资金 两个好朋友就这样走上创业之路 此时万事俱备值 欠一个公司名称 据沃兹尼克描述 我还记得那天 我开车走85号公路 到机场接贾博斯 他刚从俄勒冈州 一个所谓的苹果园回来那里骑 实施一个嬉皮公社 贾博斯提议 新公司不妨取名为苹果电脑 我们也尝试 另外想一些带有科技味的名称 但想来想去 其他的名称都远远不如苹果 所以苹果电脑就这样诞生了 庞扶是命中注定 贾博斯与苹果园的故事 让我们得以 一亏他的心智运作方式 的确全世界只有一个贾博斯 就像全世界只有一个 你 没有人会拥有与你相同的技能与经验 此外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复制 贾博斯在电脑页的成功经验 但我们还是可以透过学习 大幅提升自己的创造力 展开创新与成功的旅程 问题是该怎么做呢 贾博斯可以教我们什么 创造力 连接事物 心理学家多年来一直在探讨一个问题 能够创新的 人有哪些特质 哈佛大学研究人员花了六年时间 访谈三百多位高阶 主管 对这个问题做了非常透彻的研究 结论相当有趣 但是他们如果直接去问贾博斯 应该可以省下许多时间 根据这项研究创新者 与缺乏创造力的专业人士相比 前者拥有一项最重要的独特能力 联想associating 也就是将看似不相关的问题 或者不同领域的构想连接起来 研究人员指出 我们的经验与知识 预示多样化 大脑能形成的连接 也就愈多 接收新讯息 能够触发新联想 对某些人而言 新联想 将催生新构想 贾博斯15年前 曾经告诉一位记者 创造力就是将 事物连接起来的能力 哈佛大学的研究 只不过是印证了他的话 这篇发表在 2009年12月号 哈佛商业评论 的论文创新者的DNA The Innovator as DNA写道 当你询问负于创造力的人 是如何做到的 他们会有点不好意思 因为他们并不是做到 而是看到 他们只需要一点点时间 就很容易看出端倪 原因在于 他们能够连接自己的各种经验 然后组合出新的事物 而他们之所以会具备这种能力 则是因为他们的经验 比别人更丰富 或者对经验的思考更透彻 可惜的是 这两种特质并不常见 许多产业界人士 欠缺多样化的经验 可以连接的典项 当有限 面对问题 只能提出直线式的解决方案 无法开展出更 广泛的观点 一个人对人类经验的理解 欲广泛工作成果 也就欲结 初 当然我们不可能知道 贾伯斯大脑中的神经元与突 初 运作方式和一般人有何不同 不过研究创造力的顶尖科学家 大致同意 贾伯斯的创新构想之所以层出不穷 借用哈佛研究人员的话 一个原因在于 他一辈子都在探索看似不相关的新事物 书法艺术 印度教的陈思敏响 冰式轿车的精细做工 撰写创新者的DNA的三位商学教授 做了一个职 对玩味的比较 想象你有一个同卵双胞胎的手足 两人的智商与天赋不相上下 现在你们要在一个星期内创立一家公司 在这一个星期中 你要独自开发创业构想 但是你的手足 可以和工程师 音乐家 全职爸爸设计师等十位人士接触 造访三家富于创新精神的新公司 观察他们的运作 参考五种新上市的产品 将自己设计的产品原型 拿给五个人看 咨询他们的意 见 一个星期之后 看谁的创业构想会比较创新而且可 行 就这个研究范例而言 贾伯斯显然比较像你的双胞胎 手足 贾伯斯比大多数人更能够提出创新的构想 这是因为他擅长联想连结 看似不相关的事物 最重要的一点 他是自觉地发挥这种能力 贾伯斯未必知道 可以连结的点在哪里 或者应该如何 连结 但他充满信心知道 连结一定会建立 食物调理机电锅与磁铁电源 知名品牌Krisenert的食物 调理机与家用电脑没有什么共同点 它是消费性的家庭电器 可以让生活更为便利 与电脑的功能完全搭不上边 然而如果你可以运用贾伯斯的思维灵感 将俯视即逝 就连梅西百货公司的货架 都会带来意外的收获 对比苹果一号与苹果二号的老照片 你会发现这两部电脑截然不同 苹果一号其实是一款配线齐全的电路板 上面大约有60块晶片 1976年7月上市 主要顾客是电脑迷 让他们可以加入各种元件组装 成功能完整的电脑 但是一般人拿到它恐怕就束手无策 一年之后 苹果二号问世这部电脑 让苹果扬名立万 开启一段漫长而精彩的旅程 贾伯斯因此成为世界级的人物 苹果二号是当时最受欢迎的个人电脑 容易使用配 被彩色荧幕 完整的键盘 八个内部扩充插槽特制的塑胶机壳 它的机壳本身 就是一个经典的联想案例 贾伯斯跳脱电脑业的局限 寻求灵感建立连结 在苹果二号的研发过程中 沃兹尼克负责改进内部电 入与产品设计 贾伯斯则把焦点放在机壳上认为 它一定要能吸引飞 电脑迷顾客 凸显苹果二号是一部功能完整买来就可以使用的电脑 否则苹果二号很难打进大众市场产品本身与公司都将功亏一篑 贾伯斯想向顾客把苹果二号买回家之后 可能会把它放在餐厅里全家人一起使用 因此苹果二号的外观与感觉必须比市面上其他电脑 产品更平易近人 它应该做得像一部厨房家电 而不是电脑迷摆在车库里的复杂机器 贾伯斯说我心里很清楚虽然有些电脑硬体迷喜欢自行组装电脑 但是绝大多数人没有那个能力 虽然他们还是希望能使用电脑的程式 就像十岁时的我一样 对于苹果二号我的梦想是把它打造成历来第一不配 被齐全的电脑 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它装进塑胶机壳里 苹果请来一位工业设计师杰瑞 马诺克 Jerry Mannock操刀 而他直接听命于贾伯斯 贾伯斯的灵感不是来自电子用品行 而是梅西百货 卡尼在贾伯斯在想什么 Inside Steve S. Brain一书中写道 贾伯斯走进梅西百货的厨房用品部 看到Kristinert的食物条里即灵光一线 这正是苹果二号需要的设计 造型漂亮的塑胶外壳 边缘平滑 颜色柔和 表面略带纹理 注膜机壳 在当时是电脑设计的创举 为苹果二号画龙 点睛 使它成为历来最受欢迎的个人电脑之一 贾伯斯与沃兹尼克也从此跃升为亿万富豪 沃兹尼克发明了苹果二号 但多亏贾伯斯的创意思维 他才成为一般人都能用也爱用的装置